近日,居俄罗斯媒体证,越南在其国家元首,对俄罗斯,做正式访问的同时,和俄罗斯方面签订了总价值,超过十亿美元的军购大单。 若消息属实,这次十亿军购不仅是越南近些年以来,在国防领域出手最为豪迈的一次,也将是俄罗斯今年期间为止,单次金额最大的军售成果。 在中俄举行东方,近2018演习,强调二者加强军事合作的同时,俄罗斯向越南的这桩十亿军售,不免刺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神经。 那么,价值十亿美元的军购,真能让越南具备和北方邻居交版的本贤吗? 图为越南的苏30MKM战斗机,虽然以平常任的观感,十亿美元,或者说几十亿人民必须签完数次搬的巨款,但必须指出的是,一旦丢到高精尖技术装备领域,区区十亿美元根本搬不起什么水花。 确切来说,用越南前几年陆陆续续,从俄罗斯引进的海陆空各式装备的价格来举例,会更加形象的来说明这个问题。 2013年,越南和俄罗斯签订了购买12架苏30MKV战斗机的合同,而该合同总价值为4.5亿美元,若考虑通货膨胀,则这次十亿军购,最多也就只能买24架苏30MKV,仅能装备两个战斗机中队。 突围上位交付越南海军的猎豹3.9轻型护卫舰,该型舰是越南海军无可辩驳的主力,而若这十亿美元结束投向越南海军的新舰艇购入,则会更加显得这笔大钱不够花。 目前,越南海军的潜艇部队,拥有6艘从俄罗斯采购的击落65360M型常规潜艇,而该级潜艇的单价眼下已经飙升到了4-5亿美元大瓜。 至于越南海军的水面舰艇,主力猎豹3.9级轻型护卫舰,虽上属轻型低端作战舰艇范畴,但也要2亿美元一艘,突围越南海军陆战队的SU-100自行反坦克炮。 考虑到越南陆军海军陆战队的装备水平,平均还停留在冷战中期水平,部分部队甚至还在用文物集中装备,确实亿美元预计会有很大, 一部分投入的这两只力量的装备更替当中。 而从大家角度来说,陆军的重装备也的确更便宜,嘛,事实显然没有那么简单。 在去年,越南就已经向第三代坦克伸出了橄榄枝,和俄罗斯签订了购买63辆T90S坦克的协议,协议总价值预计超过2.5亿美元,而现状是冷酷无情的。 越南陆军光是需要替换的T54 55 59式中型坦克就多达1200辆,突为俄罗斯T90M坦克,该车将在不久之后交付越南,而越南陆军所急需替换的装备也不知坦克这一种,由于缺少后续装备的投入。 从美军和南越手里,缴获的M113装甲输送车,V150轮式装甲车,M101型105毫米流,弹炮,M114型155毫米,既是榴弹炮等装备依旧在意,并且还有相当部分是主力部队的宝贝重炮游身。 更何况,越南陆军破破烂烂,空军和海军也各自好不到哪去,突为正在进行射击训练的越南陆军士兵,近处的机枪为美制M60,远处的机枪为二战17,都美制M1919。 很显然,对于越南陆海空三军,这种落后夹杂牌为主色调的武装力量,区区10亿美元的军构根本无法改变什么形状,甚至还根本不能令其追上周边国家的步伐。 换言之,在10亿美元军售,不可能改变地区实力对比的前提下,也就没有必要去刻的对越南出售军费对于外国家,这钱不挣,自然还会有别人来争,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 VM2,尊重内容,从尊重作者开始,合作请私信联系我们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